上升或者太陽金牛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六月 伴隨巨蟹座的新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 先說一個很快的 如果 你們接下來的生命裏 是有一個兩難的道路 尤其是牽涉了兩種人的話 你就要選 以下boy那種人 OK 是A和boy之間的一個 抉擇 你要走boy那條路 記住 好了 是怎樣的呢 A 是一種 對你是鱷魚鳳城 甜言蜜語 哄你的人 還有做事 都有些慢 有些懶散的 全部東西是跟你的節奏 好像什麼都聽了你說 令你覺得很舒服的 你知道你們 今天一向做事是 出名慢的 跟自己的節奏 是不是 靜靜地來 OK 不想被人抉擇 OK 那A的那種人 就會食住你們的節奏 他知道你們是這樣的人 他呢 全部都是順從你 OK 但是boy的人 就會是比較抉擇的 很快的 他們都有自己很快的節奏 跟你呢 會有一點小小的水火 不是很讓你的 OK 當然啦 你本身的性格 你肯定是很喜歡選A的那個人 但是 任何的 這些兩難的困局 麻煩 未來的農曆6月 你需要選Boy的那個人 才適合你的 例如什麼呢 第一 例如工作 方便 如果我當你同時見 Company A 和 Company B OK 然後A的老闆就說 講到很多東西是甜言蜜語的 哄你 啊 不要緊啦 你來到慢慢 公司慢慢就會適應的啦 啊 啊 是啊 我們慢慢會加你薪金的啦 慢慢會有進升機會給你的啦 OK 但是 Boy的那個公司的老闆 就跟你先小人口君子的 沒有啦 我們的薪金是這麼多的啦 OK 那你做不做啊 還有如果你做的話 你什麼時候之前覆禍 我們不可以等你了 OK 就是你明明他們那個態度 是很截然不同的 然後你一定會覺得A是舒服一點 但是Sorry 你是需要選Boy的那一邊的 OK 又或者 如果我不當是工作 那我講感情啦 好嗎 我當你們 說驗複無變啦 現在有兩個人的選擇 OK A那個人就說 嗯 假設 假設而已 OK 假設 我假設A那個人 他自己已經有結婚的 他就說 哎呀你跟我一起住啦 我遲些會 跟我 本身那個人離婚的啦 我很愛你的 BB BB豬那些東西 OK 就是哄到你飛起啦 你開心到飛起啦 然後他又好像給你一些 虛情解義的Promise OK 令到你好有幻想 幻想 OK 然後Boy那個人呢 就跟你說 呃 你是不是跟我一起的 你是跟我一起就快點呀 快點答應我呀 那我們就正式公開這個關係啦 我們 我就會 呃 呃 就是 高調公開我們的關係啦 如果你不喜歡我 我就拜拜啦 我找另外一個啦 OK 那他是不是很正確的 那個態度 再次 你是要選Boy的這個人 OK 總之是這種陰險呀 或者是 就是這些 無賴的那些角色 versus 一個光明正大 甚至有一點點急 急到有一點點令你覺得衝動的一種角色之爭 你需要選後者的 OK 那我不再在這方面著墨了 這個是我 第一個 給你們農曆六月的訊息 第二個訊息呢 就 不是那麼開心啦 請你們有定心理準備 在你們的家庭裏面 會容易發生一些大變動 尤其是是牽涉 長者 的變動 OK 那就 長者的變動 那就是 老人家啦 或者你們的父母啦 OK 那 看緊一點他們啦 那特別是我想說 喂現在 農曆六月了 下個月就七月了 OK 那你說 你這些東西不是只是說農曆六月而已嗎 那你為什麼要賴迷七月呢 其實我曾經是有post去解釋過的 我們在尖晶學呢 我們講這些 新月 就是每一個新月 就是New Moon 今個月是巨蟹座新月 是不是 那個能量呢 其實是有不同界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最短的 是15天之內 會最容易看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 初一新月去到15滿月 OK 那很多能量呢 其實是會體現在頭15天的 OK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就是頭30天 就是由初一去到30天 或者有時是29天 這個是一個月亮的周期 陰情緣絕 是不是 初一30天 第二個階段會體現在頭30天之內 第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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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體現在頭半年之內 為什麼是半年呢 因為 在今次這個 農曆六月的巨蟹座新月 OK 在半年之後 農曆六月的巨蟹座新月 理論上呢 它就是會 發生在 今次巨蟹座的對公 魔蟹座 又叫山羊座的新月 OK 那一個對公新月呢 其實呢 會恢復我們今次 這個 今次這個新月的能量 OK 所以第三個階段 是 半年之內會看到的 然後最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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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之內 最後那個階段 就是 一年之內 會發生的東西 OK 那就是 對 因為一年之後 就是下一個 2022年的農曆六月 就是下一次的巨蟹座新月 也是同樣巨蟹座的 OK 所以會有四個階段 但是呢 其實 你不要以為 過了農曆六月 就過了是神仙 原來這些東西 在農曆七月 也有機會會發生 只不過那個能量是遞減 明白嗎 OK 就是這些每一個階段的東西 能量是遞減的 OK 但是在這個 都 很敏感的時刻 OK 七月節 小心家中的長輩 尤其是父母 如果有什麼長期病患 那些東西 就麻煩看緊一點 我先補一點資料 我先補一點資料 剛剛說那個第三階段 就是半年之後 農曆十二月會是 摩蟹座 又叫山羊座的新月 同時也因為 其實在那個時候 也會發生巨蟹座的 滿月 OK 所以 第三個階段 就是半年之內 為什麼會是第三個階段的限期呢 也是因為 那時候也是巨蟹座的 滿月的 理論上 OK 不過實際上有時 那些 算了 我不搞到這麼深奧留 但是有次去學 尖聲學那些人 可以把剛剛的資料抄下 OK 好 那 家庭會有一些這樣的變故 亦都是令你 整個人 有很大的一些變化 當然心理是一個變化 但是可能 我當 如果忽然之間是 或者是統室家庭之處 或者 就是什麼都好 那你們 留意一下 有定一個心理準備 還有 做好一些預防性的措施 這個才是我們 先預算命趨急避空的那個真體 OK 但是最後 都給你們一個 好消息 這個好消息 就是說 當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有朋友可以幫助你 甚至去到一個叫做接濟你的程度 OK 還有這個朋友的圈子 相反 我覺得是不是勢太嚴良呢 反而在你這個家庭裏面 你得不到支援 OK 不是說 在你整個家族裏面 OK 在你整個親戚裏面 你反而 很難在這裏得到支援 但是 somehow 因為這個家庭的變故 你很容易在朋友裏面 可以得到支援 OK 甚至好一點的話 你會因為一些周圍的人的關心 而認識了新的朋友 對 即是我當你 有些朋友搭朋友去幫你 然後那些新的朋友搭朋友 搭朋友 很遠的朋友 竟然成為了你以後的人生的自己 OK 還有 在一個更正常的生活 有這些變故 你也要有很多新的嘗試 去接觸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我當你搭屋 OK 或者 要搞八事 但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過程 可能在這些 處理這些 瑣碎事的麻煩事的途中 你也會學到一些新的知識 OK 就算是 採用失馬 因此非福 當然這個福 相比起那個禍 其實是 比較細微的 但也算是 找些東西安慰一下自己 跌落地也會扭傷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支聯南星運 都算是在原學界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 就是抽牌 就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 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就是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發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碗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恆星人和那個恆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恆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